嗨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 秋冬进补的汤水 就是鲍鱼炖鸡 走地黄毛鸡 一只 还有主要材料 鲍鱼 新鲜的鲍鱼 鸡冻鲍鱼 这个汤水呢 它对一个产后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对各方面的身体都非常好的作用 也适合加大小的喝 现在马上就进入冬季了 所以我们现在鲍鱼炖是最好的 我们对身体有很好的护士作用 提高免疫力 小孩老人都可以喝 现在我们就开始操作 需要什么材料 给大家介绍 好的 来了 当然少不了这个 主要的材料 新鲜的鲍鱼 它这个一包里面 它有十个 这是主要的材料之一 鲍鲍鱼 还有就是走地的三黄鸡 这个一只 我们选择是那个母鸡 那选择的重要材 有这个胆生 这个薄气益中 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 还有这个是北齐的 这个也是功效非常的好 对于这个薄气益中也是非常的好 我们选择的材料 是第二种材料 当然还有我们这个高鸡子 新鲜的高鸡子 第三种材料 还有第四种材料是玉镯 还有第四种材料是红枣 这个红枣补血益气 也是非常好的作用 还有我们这个开边的链子 有清新韵肺的作用 还有这个芡石 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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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不能就来多说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也是很好的 如果我们有点药材 这个焖地 有些东西 这个焖地 有点药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现在水开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洗好的那个药材 有那个红枣 有那个,葡萄、党参、花椒、红枣、枸杞、玉竹一起带下去 先把它包开 这个材料都有 这个对产后啊,或者四季汤水 现在是秋冬嘛,进补了最好时机嘛 好,现在我们要把鸡倒到里面去 倒入,一起倒进去嘛 看盖子 门它四十分钟即可 大宫倒清 有点滴 看盖子 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